为了将防火用电的相关知识 往下扎根服务营副宣分队 特地来到了新庄光华国小进行宣导 除了教小朋友的用电的相关尝试之外 同时中间也穿搭了有趣的宣导尝试 让小朋友真的是收获良多 为了让防火用电知识向下扎根消防局 第二大队服务营副宣队 特别来到新庄光华国小进行宣导 昨天我们就有学生不小心受伤了 所以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你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 都一样的重要 首先分队长特别教导大家 如何弥定家庭火场逃生计划 口诀1216实用又好记 一是画一张平面图 就是把家里面的格局画下来 就是有注记清楚 家里面的消防器材摆设位置 二是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 是因为发生火警时 我们无法抑据逃生出口 一的话一个共同集合地点 就是我们要跟家里面讲好 就是要有共同集合地点 例如说学校 超商公园等 再来六四 每半年要演练一次 另外还介绍了灭火器如何使用 以及用电安全须知 凹折 这是错误的示范 为什么不知道 平坡使用的温度 如果是80度的话 凹折的会140度 几乎是double以上 那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一次两次三次九九只以后 我们的里面的铜线 会相互接触 会造成什么 电信找破 使用资讯再搭配有奖真达 整场宣导活动 就在活泼欢乐的气氛中 让孩子们短短一个小时 就获益良多 以上新闻记者 新庄采访报导